来看看新闻网 五月生娃至今已经成功瘦身十余金 穿着婚纱再度出现在闪光灯下的曾凯旋 依旧是肤白貌美瓜子脸 丝毫不失少女风采 只有手臂似乎还没有完全瘦下来 保留了一丝妈妈的味道 9月27号曾凯旋席开36桌宴请亲友 一起手工定制的婚纱 称得这位人妻是满面幸福 不过咱们有点看不懂了 这婚宴哪有新娘单打独斗的 老公去哪了呢 这是什么节奏 曾凯旋的老公难道不是一郎老板陈冠宇吗 康永哥穿个西装站在新娘的旁边 让人那是更加云里雾里的 因为有小孩 所以他必须要陪着小孩 然后康永哥刚好是我们的介绍人 所以就请康永哥一起陪同 那有什么难的 小孩可以一起带来吗 毕竟老公缺席婚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不过看来陈先生还真是个不太懂得浪漫的人 因为就连求婚好像都有点马虎呀 就我躺在沙发上 然后他从房间走出来说 你要不要嫁给我 然后我第一瞬间还觉得是你在开玩笑嘛 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真的 看来关于浪漫的本领 老公还得向没人蔡康永多多领教啊 一个新年地台北下方报道